佛法真义 一 朗读者 杨李强 布施 在佛教里 六度是人生度脱烦恼 成就佛道所实践的六种修行法门 透过六度的修行 不只发心度人 自己也能因而得度 所以六度是自度度他 自立立人的一种修行 从自度到乐意度人 自他得度是一体两面的 或许有人会问 自己都还没有成佛 解脱 怎么有能力去度人 其实未成佛道先度人 是菩萨发心 菩萨在发心度人的过程中 圆满成就自己的佛道 因此 先度人 累积福德自量 最后自己当然也就得度了 所谓六度 即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但一般人对于六度 未能真正了解 只从肤浅的表面来认识 总以为佛教只是单单叫人 要布施 洗舍 要持戒自律 要忍辱负重 要精进 不息 要枯作 入定而已 这样的说辞 往往不能契合众生的根基 因此 让人对佛教产生误解 其实六度 不是这个意思 以下 是我以布施为例 对于佛法真义 所做的说明 所谓布施 有才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但现在的人 常常把布施 局限在金钱的施舍上 其实佛教对布施 不是那么狭隘的见解 从广义来说 布施 不光只是给钱 有钱出钱 这是出等的 比金钱布施 再高一点的是出力 我愿意布施时间 劳力 专业的技能 或知识 到试院做义工 再者 你就算没钱 也没有时间做义工 没关系 可以说好话 把善美之举 散播开来 这是说好话的布施 如果你不善言辞 那也不要紧 别人在布施 说好话 做好事 你能存好心 心生欢喜 功德是一样的 法布施呢 有人不明白道理 就布施佛法 道理给他 给他知识 教他技术 如此 不但能改善 他人的生活 还能开发 他人的智慧 利益更多的人 不过 钱财布施 原人都能接受 发心传播佛法 道理给人 却不见得 每个人都愿意接受 无畏布施 就是让他人 不要恐惧 挂碍 例如遇到有人 被欺负了 你主动上前 没关系 有我在 我来帮助你 仗义而为 让他不感到害怕 就是无畏布施 假定我问 布施究竟是给人呢 还是给自己 布施看起来是给人 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自己 这就如同将种子 播种到田里 将来收成的 当然是自己 布施又如佛经里 一个比喻 一棵 泥居陀树的种子 种在土里 长大后 结出万千的果实 所以布施有 众一收食 众食收百的利益 布施也像 深井挤水 你越舍得 提起铜水 给人灌溉 给人饮用 井里的水 就越是源源不断 这就是所谓 舍得舍得 能舍才能得 从布施中 能舍去内心的迁滩 广结善因好源 自然能获得 无限的发喜 和自在 人生 不要只看到 黄金白银 比黄金白银 更宝贵的 还有布施温暖 与人结缘的感动 布施 不全然 以金钱为主 我们说好话 赞叹他人 心存慈悲 随喜随缘地 给人一个点头 一个小小招呼 一个随手帮忙 你能把 欢喜布施他人 这就是结缘 这些人间的温暖 美好 意义 远胜过金钱的布施 感谢收听 有声书箱单元 每周六 中午十二点 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聆听书中佛缘 听众可使用 资讯栏中的优惠码 至佛观文化官网 www.fgp.com.my 购买实体书 读作一个人 读名一点礼 读物一线缘 读懂一颗心 感谢收听